崩山的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 民众指责电脑解释 他说上个月随登山客去爬山 行津南山段经见哈伊拉罗西 中段形成验射湖 民众表示 离他最近一次经过这个地方 是八个月以前 之前并没有看见这个现象 于是他拿出手机拍照 希望有关单位注意 因为哈伊拉罗西 位在佐水溪最上游 万一验射湖持续扩大甚至溃堤 下游新一乡地利村将首当其冲 甚至连水里及及地区都会造成影响 有两种可能 不是地震就是 它土石自然崩落 这边就是一个点 它自然崩落 现在阻塞到这么厚 就这么高 它如果说台风一进来 它的水还是会继续地往上 然后一定的亮的时候 它受不了了 它一定会大量地就往山下冲 如果从Google地图动画来看 形成艳舍湖的哈伊拉罗西 就位在马伯拉斯山与吴双山中间地理位置 透过红线表示它水流的方向 水流方向先是游东往西边 再转往北流 途中再汇入郡大溪 阮大溪 丹大溪 最后在地利村顺海峡附近 跟佐水溪汇流 而佐水溪最后又跟陈友兰溪汇流 变成更大的河流 继续往水里积极下去 中间会碰到积极蓝河燕 最后在流津彰化线从台湾海峡出海 将来一旦溃提 影响所及不容小觑 蛮担心如果说有很大的台风 然后水量又继续增加 然后做一次放下去的时候 它是算佐水溪的上游嘛 支流 然后它一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会被碰到的那个村落 就是地利村 那再下来就是水里的明河村 再一直下去像水里 高纸那边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危险 还有一直下去的话到极极 极极的蓝河燕 如果拦不住这些大水的时候 整个极极会可能会是 都是汪洋一片 只要我们地点位置 我们就会来找 甚至我们会从空中来拍照 或是查这个那个什么 那个卫星的那些整个状况 好不好 由于哈英拉罗西验圣湖现场 并没有车型道路可以到达 需要走两天的路才能到达现场 领悟局南投领馆处 得知这项消息后表示 会尽速派员到现场勘察 怎么处理 必须等到勘察后才会有结果 记者No 南投心意采访报道